妇女农顶半变天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国宝阁 这个半变天妇女文化陈列馆 那么这边是一个广场 就是半变天文化广场 农马故里 金国家园 这个村子 建设的非常的漂亮 社会主义新农村 非常的美丽 前面就是半变天文化陈列馆 上面有一个台阶上去 建设的还是非常有特色 半变天文化陈列馆 上面这个两层的建筑 就是这个半变天 这个文化陈列馆 我们过去看一下去 中国宝子半变天文化陈列馆 占地是5408.1平方米 主场馆呢 共两层 占地量210平方米 等面积是420平方米 在为中国妇女解放之路 男女同工同筹第一村 妇女顶起半变天文化陈列馆 和谱写妇女事业新篇章 购入7个掌管 这个宝子村啊 以前的时候啊 这个男女啊 在一起干活 这个女人呢 干得又多 但是呢 平分的时候啊 女人之分呢 是两分半 男的分了七分 所以说啊 好多妇女都很气愤 就说为什么 这个我们干同样的活 出一样的力 但是呢 我们要干三天 当地一个妇女叫赵玉华 她就提出抗议 她就说是 应该是男女 应该是同工同筹 这个当时的妇女组的组长 玉华先生呢 就广泛采取了大家的意见 就举了很多这个建议 就把这个建议呢 就提报给了 提报给了这个 相关的这个领导和组织 后来就批准了 这个同工同筹 这个宝子呢 因此就开始实施 这个男女同工同筹的 这个方式来生产 大大的提高了 这个妇女的劳动积极性 后来这个事情 就成为一个典型 被人民出版社就发表了 毛泽东就看到这篇 这个文章以后啊 被宝子在合作设内实行 男女同工同筹以外 修改并提携编成案 这篇文章不长 容易看 建议各乡各社 普遍照办 这就是 这两个人是赵玉皇和 一华仙 赵玉皇提出这个同工同筹 一华仙就 才能成功建议 然后并上报 这个毛泽西批示以后啊 这个宝子村就成了一面旗帜 那么同工同筹的这个世界 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由此这个宝子村就成为中国 男女同工同筹的第一岁 这个我们现在在宝子村啊 刚好遇到了 当时时任 杨龙斯公社的 党委副书记的李大伯 今年 已经七十多岁了 我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这个男女 同工同筹的具体情况 毛泽西批同统治是在1956年 在一个杂志 一个 那个什么回忆集不起了 一个回忆上讲了 男女同工同筹 都以包字来做为一个典型范理 就是男女同工同筹 关于这个 这个方面的 他做了一个金inion 当时他做了一个 tum事 我看那个 展览馆里面 是有一个 tum事的 对 对 对 有没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在下面 但是这个具体反应还不很大 不是很大 实际上老百姓是挺支持这个事的 很支持这个事 可能男士是不是有一些会反对 女人肯定是支持 男女的肯定支持 同工同学们 因为老冬一天 你四个公分 比如说 女女是四个公分 男女是四个公分 同工同学们 这样还是不 这个事情 等于说 还是为全中国人 全中国的妇女 争取了一个权利 按说妇女龙顶半边天 这个发源地 这句话到发源地 应该就是在贵阳西丰的 贵阳市西丰县 现在是阳龙市城 宝子村 发源地 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大草农村的乡村 以希望很多的妇女 农村的妇女 因为难得懂吗 好多都出去打工了 对对对对 尤其现在 以希望妇女能够定期这半边天 前半边天可以打工去了 后半边天也要定期了 没有自个精神 对对当下也是非常适合当下的一种精神 我拍张照片 好 好 你看了 书看了 好几个 看了都是看了 好几个 我以为 刚才拍的给你 马上打印出来 好好好 谢谢谢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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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免费送给你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满意吗 满意 好 祝这个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好好好 和家欢乐 好 谢谢谢谢 谢谢 好谢谢 好好谢谢 今天谢谢你 谢谢你 好 好嘞 好嘞